在体验了死亡岛2后 我能感受到Damn Buster Studios的确创作出了一款魅力与幽默并存的续作 并附加了血腥内容作为点缀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 除了这股子疯狂劲和喜剧天赋外 自死亡岛发售后的十多年来 这种丧尸遍野的设定已经被其他十几款同类游戏给用烂了 尤其是Techland手下的两部消失的光芒 记性好的观众应该还记得 系列前作《死亡岛》也出自他们之手 尽管少了些独创性 《死亡岛2》还是利用了设定于洛杉矶下浮夸而滑稽的丧尸末日 为这个行将就木的系列及时注入了肉毒杆军 这是一款轻松愉悦的第一人称动作游戏 其中对抗丧尸大军的暴力行为 相信玩家们早已屡见不鲜 你可以从六位角色中挑选一位开始游戏 而这位主角将在游戏开头的飞机事故中幸免于难 并游走于南加州荒唐的大街想象之间 而这里似乎没人在乎世界末尔的逼近 在这30个小时的冒险流程中 你可以独自获最多与两个玩家联机 一路上飞梯带肢解的踏过活死人的尸体 你甚至还能遇见一系列传奇人物给你派发任务 像是这位吸毒的摇滚明星 还有这位从花花公子的创始人 修海夫娜那里获得时尚灵感的电影明星 本作就像一部俗套的B级片 故事剧情说不上连贯 然而荒诞不羁的情节 却刚好和这段冒险的荒诞主义基调对上了眼 比如某些丧尸的躯干上 居然长着一窝好斗的风群 我也不想去深究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虽然整个故事存在不少波澜转折 但在司空见惯的末日题材作品中来讲 属实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回味 好消息是 故事情节的缺失不妨碍漫长旅途中 出现病患的文采和生动的角色 这两个不大调的事物融合在一起 成为了《死亡导2》的优点之一 在某个章节中 我需要在一个恐怖电影的片场上 与一只会吐酸叶的巨大机械蜘蛛周旋 为的是寻找一位胆小的助手 在一个支线任务中 我则需要对自己的吐露方式进行创新 这样才能够为一名网红带来更多流量 开发者用了很多类似的手段 来调侃洛杉矶爱慕虚荣的事实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GTA5中同样浮华的洛盛都 在这样一场不顾一切 肆意砍杀的旅途中 编剧优秀的文笔 早已与出色的配音 竹连闭合 两者相得益彰 如果你曾经玩过丧尸末日题材游戏 那么你应该不会对本作的战斗方式感到陌生 在游戏初期 玩家只拥有最基本的近战武器 例如棒球棍和锤子 然后慢慢解锁各种复杂的大杀伤性武器 比如电动武士刀 还有大锤与火焰喷射器的邪恶结合体 最后还有各种枪械 虽然那些妖魔古怪的近战武器设计不凡 但事实上除了花里胡哨的效果外 它们与原始武器用起来相差无几 算是有些外强中干 近战武器的改造系统 也远不及丧尸围城系列中 那些改造来得那么独特和疯狂 你在死亡岛2中绝对是看不到散撞激光 或者是狼头加手榴弹这种疯狂的组合的 因此死亡岛2暗部就班的近战战斗的新鲜感 很快就会退去 尽管这些武器的文字描述写得天花乱坠 但它们的真实手感与图文描述并不相符 放在购物平台上多少会被人投诉到下架 事实上与丧尸大军的血拼 也不过像是张飞吃豆芽一样 小菜一碟 像在失乐园中的武敌哈里逊一样 赶到单调乏味之前 你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丧尸劈成两半 这种麻木的感觉直到游戏后期也没有太大改善 多人模式便是破除重复性的最佳良方 因为朋友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一机大飞角 就能把我们斗得捧腹大笑 不过无论是单人游戏还是联机游戏 玩家的死亡次数会越来越少 这也大大减少了游戏的紧张感 你可以解锁各式各样的工具 以此另于不败之地 但此时的游戏难度却落后于你的进度 你甚至还没法人为对游戏难度进行调整 只要你装备了正确的技能 游戏完美闪避和完美格挡的判定 其实都相当宽松 相伴而行的还有无敌针和大量的生命值恢复 因此我从未感受到游戏能给我带来多少紧张感 远程武器的加入也只起到了副作用 它们既笨拙又不精准 而且不受近战技能和升级的影响 感觉制作组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就把这块内容加入了游戏中 到了后来也没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热兵器不仅会使战斗效率变得低下 而且紧缺的弹药也影响了游戏的畅快感 此外 手持远程武器会让你在重重包围之下分身乏术 此时你就不得不先对付那位会触发QTE的丧尸 最后只能用回近战方式进行战斗 不仅如此 在去年体验过消逝的光芒2飞檐走壁的快感后 死亡岛2的战斗机动性在相比之下稍显逊色 随着支线任务的推进和故事情节的发展 为了维持游戏的新鲜感 玩家会解锁更多被动增益和主动能力 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玩家还可以筛选能力 定制出匹配自己游玩风格的角色 我在游玩的时候就优先选择了攻击速度 并增强了完美闪避后的反击能力 角色不同 玩家能够选择的特殊能力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不甘现状 超能力对你来说可能是个还不错的手段 玩家可以猛锤地面产生范围冲击 或者是直接进入狂暴状态 手撕丧尸 虽然这些技能有冷却时间 而且有时于事无补 但它确实为欣慰索然的战斗 带来了一丝的乐趣 除了那些从躯干中飞出来的风群外 左王岛2中的其他bug可就没有那么好玩了 虽然游戏不至于因为这些bug而崩溃 但我亲眼目睹了过场动画中 被地面拦腰截断的人物 错误标识说话者的字幕 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的问题 联机模式下延迟和人物消失的一系列问题 则更是为各种bug铺了一条康庄大道 通常来说 这些问题只会让好莱坞的街道变得更加混乱 不会对玩家的乐趣造成多大影响 但这确实暴露了 死亡岛2整体做工的部分缺陷 死亡岛2牵挟着洛杉矶风情 还暗藏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 但总体却像是被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模式束缚了手脚 依然固步自封 事实上与七年发售的消失的光芒2相比 整部游戏中只有一些喜剧桥段可圈可点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也想用钢爪打穿丧尸的脸 或者用高尔夫球杆打爆某人的头颅 那死亡岛2或许会对你的胃口 怀孟宗力加轻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双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承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